紅牛說歐盟對俄羅斯給盧布買天然氣的態度開始轉變投降 這件事不是這樣 這個你也要看清楚 是不是歐洲說會投降換盧布去買天然氣呢 現在歐洲那邊他們到現在都是 一定要說清楚 他們到現在都是說俄羅斯違約 因為那些合約全部都是寫歐羅或者美金價格的 當然普京推這件事 這個普京他這樣做 究竟行不行呢 我們講過這個做法其實是不行的 我的看法就是 當然他們有一部分的買天然氣的地區他會妥協 怎樣妥協呢 就是他照歐羅給錢 但是給歐羅之前就換一轉盧布 但是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說有沒有差別呢 實際上是沒有差別的 你想一下也知道是沒有差別的 其實就 當然那些人就說這樣可以頂到盧布的價錢 其實現在頂到盧布的價錢 不是因為這些東西弄到他頂得到 他已經升了盧布近排 是升了的 但是不是因為 真的 這個一定要認真點說 這個不是因為 他要用盧布給天然氣的錢 所以令盧布升 而是現在在俄羅斯 一般人不准買外匯 是沒有外匯的 他們一般人不准有外匯 一般俄羅斯人 有外匯都要換了做盧布 現在是 這麼慘 他會頂得一會兒的 其實只要他那個貨幣 他不濫發的話 他是可以頂得一會兒的 事實就是這樣 但是他之後會不會濫發呢 你不知道 其實連俄羅斯人都不太相信 這個情況就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 講開這件事就說一下 德國其實暫時 接管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德國那間分公司 是今天剛剛出來的消息 那他為什麼會 接收了 這個德國的分公司呢 其實就是 要接收了他傳氣的設施 現在是 德國是要幾手準備的 你也要留意一下 Daisy Story就說 只有 Vatican 買盧布用來買GAS 但是呢 這個是梵蒂岡 但是不要忘記 梵蒂岡有了一條街這麼大 如果沒有錯就是這樣 但是 現在其實雙方 有很多事情 跟真正在打大仗 是沒有分別的 俄羅斯是 Chloe就說 社長錯了 加拿大網絡不差 但是 那時候家產 他說他很差 他說他很差 是很差的 是很落後的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他就有 德國最大的柱氣設施 現在 德國政府接本了之後 就可以保障天然氣的供應 當然了 他的設施在那裏呢 就在 他不允許德國的能源基礎設施 受制於 克里姆林工的任意決定 這個是 德國方面的 說法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很有趣 上星期五 他就說 德國那間子公司 我們已經 不是我們擁有的了 但是 所有權是誰不知道 德國方面 他的經濟部長就說 這個交易就違反了德國的交易法 因為 這個交易 就未經過德國政府批准而進行的 這樣 是啊 這麼騎乎 是啊 現在是很騎乎 現在是很騎乎 那Chloe 你現在只是說 家產騙我們 不過沒關係 沒有所謂 家產很少做節目 所以 哈哈哈哈 可能他用那個 用那個計劃就用得最差那個 所以經常說慢 哈哈哈哈 可能你們不是在同一個城市 你們可能是在溫哥華 溫哥華可能好一點 溫哥華可能好一點 是的 多倫多就很差 我自己經歷過在多倫多也是不行的 多倫多比我們這裡還要差一點 還有很多時候我的網絡出問題 就不是我這裡的網絡出問題 網絡可以照樣上的 是不知為什麼 YouTube 外出問題 YouTube出問題 一時就是我們的直播系統 它自己出問題 當然 這間Gasprom Germania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德國分公司 它在歐洲有很多子公司 其他的子公司 會不會被不同的歐洲國家倒閉 其實都有可能 因為它在倫敦就有一個叫做Gasprom Marketing and Trading 都有可能會被英國收拾賣 英國其實已經禁運俄羅斯的石油 還有之後是不會再買俄羅斯天然氣 不過現在在想著 BNO組國方面 其實它現在還在買 究竟怎樣才可以令到 他們完全不用用俄羅斯的天然氣 其實有辦法的 一些東西貴很多就可以了 現在他們的單邊制裁 全部都是弄得平民很嚴重的 你對普京有什麼影響 其實沒有影響 對普京一點影響都沒有 現在結果就是 打了一場仗 然後全部的代價都是平民頂著的 Elser Luke 就說 多倫多 上網不差 家產住的區和外區 只是一條馬路之隔 但我們的經歷不是這樣 我們跟家產錄節目 經常有網絡的問題 經常斷線 真的奇怪 不要緊 可能這條街就是天堂與地獄的差異 有些這樣的情況 當然現在歐盟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和石油的依賴 其實暫時是無法解決的 意大利方面 他們電力和天然氣的公司 叫做NL 他的CEO 叫做Francisco Starras 他說 歐盟應該用一些更加好的 更加積極的方法 解決歐盟對俄羅斯 石化燃料的依賴問題 但是不是真的那麼容易解決得到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得到 我們對加拿大網絡的經驗 其實就是源自於家產 對吧 Ling Ar就問 家產身體狀況如何 他的眼睛還是不可以操勞 長時間看螢幕 他不行了 如果長時間看螢幕 就做不到 只能夠間不中客串一下 客串一下就可以 其他就不行了 也要多謝Yin Yin你的支持 也要多謝J.Y.Y.Yao 我只看到這兩個人 有沒有其他人要多謝 我也不知道 德國那方面 所以你說是否會向俄羅斯跪低 剛才有個網友說 跪低了 好像不是 好像沒有這樣的事 而且 德國現在還有一手 德國是 直接是 用國家擔保 來吸引人 去買 Gasprom Germania 即是吸引一些資金 去買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的股份 是會提供一個國家擔保 一看起來就 挺吸引的 他跟俄羅斯是要有一定程度的切割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就是 德國 他們會把俄羅斯 在德國的煉油業務 國有化 現在正在考慮這件事 有個消息是這樣的 德國的煉油業務 即是俄羅斯在德國是有煉油業務的 他們那個叫做 Rosneft Deutschland 是會收歸國有 有些人說 收歸國有就不對了 西方多壞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作為一個中國人 就知道歷史是怎樣 中國也試過把私營企業收歸國有 所以 有些事情 你要明白 可以這樣做 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可以 你一打仗的時候 其實 最慘的就是 你一打仗 這些規矩一直尊重所有權 資產 他完全不理會 因為你在打仗 所以經常都說 不要那麼好賤 有些內地的小粉紅 經常都說要打仗 打仗 打什麼 你跟美國人打仗 你自己親身去打仗 好嗎 不要找我們 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很難搞就是這樣 監民奶後 很多人都是這樣 好了 現在當然 德國那裏 你說會不會用盧布 去付錢 他們一定會 阻礙這件事 反對到最後 最後給不給 最後是俄羅斯自己的問題 他決定的 錢就在 你要不要 不要就能拘捕 其實到最後又是要更換 都是要 都會有其他辦法的 都是會用其他辦法處理 找個第三方的機構出來 我和你搶錢 那就搞定了 紅牛就說是個別國家 好像是 是施諾佛克 保加利亞 那些 我這個就沒有收到消息 如果你說施諾佛克 那些 施諾佛克 如果你說 用盧布來付的 那他 沒有辦法 如果施諾佛克 他要付的 他也要付的 你說德國那些 會不會付 德國那些 他當然跟你說 膝頭對上 就付 還有 有可能 就是施諾佛克 他根本 最初條約 都不是用歐羅籤 可能是美元簽 都不定 有可能 他們本身 其實說真的 這個 最大的做法 他們是用來搞哪些地方 其實就是 如果你說施諾佛克 和保加利亞 那些 他們好像沒有記錯 他們不是歐元區 我的理解 他們好像不是歐羅 其實我不記得 真的不知道 他們都沒有辦法 如果是 我的看法就是 不是的 施諾佛克都是用歐元 他們要用天然氣 他們就一定要聽俄羅斯說 他沒有辦法 其實就是這樣 Cockwain Error 就說 歐盟國家全部要盧布買氣 德國沒有 現在 德國現在都是不斷頂著 你說 之後 要用盧布買氣 會怎樣 說真的 我的看法就是 實際上沒有什麼影響 你說可以頂到盧布的價值 頂一會兒 我操淺的看法就是這樣 俄羅斯撒平民的新聞 本來想說 本來有 他們那些很殘忍的圖片 曝光 但是 今天這個不說了 一會兒 正向下午茶再說 因為有資料在 但是沒有說 見你們說開那個 就是 Gas那個問題 就是 用盧布去買 其實 有些人當然說 這個是大招 歐洲一定會妥協 這些 就是這樣說 這些是會拉扯一段時間 我的看法就是 那 修通五就說 我今天已經收到信 德國那邊 下個月天然氣加25% 沒辦法 這些是平民都要付的 就是 每一次搞這些事情 都是雙平民的 沒辦法的 這個是一個 你必須要付的代價 真是說句不好意思 人人都要付的 我們都要付 沒辦法 我們都不是用俄羅斯天然氣 我們都要付的 所以沒辦法 那麼 Nambo Wong 德國是俄羅斯銀行開戶 用歐元換盧布 即是給盧布好聽一點 其實全部都是會 到最後都是換一次 但是 其實實際上對俄羅斯來說 其實沒有差異 你用盧布和歐元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分別 你想一下都知道 實際上沒有關係的 他是不是都要付這麼多錢 是不是 你轉多一個手續 中間 你轉多一個手續 對盧布 是不是真的有提振的作用 其實不是 你想一想就知道 這個方法是沒有用的 那麼 輕方念就是軟仔 軟仔不就不買天然氣 說了 昨天也說過 軟仔說他不買俄羅斯天然氣 對嗎 對嗎